本次影片我想多跟大家分享 这次研究N8N结合GPT分析新闻的过程 虽然N8N已经把很多自动化节点整合 但有些想完成的功能难免得自己动手 希望透过这次分享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以帮大家在更多的运用场景中能快速应变 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大家身边一定懂的Moke Kevin 这次研究我有预期短时间内可能没啥用 想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没啥用 还要研究的可以去看上一部影片 本次除了分享范本话 我还想分享我从想法到完成的解决问题方法 如果想直接看范本的可以看下方资讯欄 而解决问题方法大致上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步骤跟重点 1. 先想象主题目标 2. 不要重复造轮子 3. 高效的做法 4. 动手试试看 首先我会先想象主题目标 我通常会先想象主题 像用N8N结合GP分析新闻 这样的目标可能有哪些 上一期影片有说过 就是我平常看新闻的习惯 是用Feedly加RSS订阅各种网站 所以我先思考的方向大概就是 如果我要分析新闻 那我也没有办法 1. 快速获得Feedly里面的RSS连结 2. N8N里面有没有分析RSS的节点 3. 我想把资料整合到Notion中 那这样可以结合之前的N8N调用GPT做事 大致上就是这三个步骤 所以我就先开始第一个步骤 如何快速获得Feedly里面的RSS连结 我的思路是先搜寻Feedly里面的RSS 有没有办法汇出 所以我就先GoogleFeedly帕虫取得网址 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有办法导出 所以又搜寻Feedly导出 那很快的就搜寻到 其实连帕虫都不用 Feedly本来就有地方可以直接汇出订阅的RSS内容 它会输出一个OPML档 用除名字编辑器打开看看 看起来是类似网页语法的格式 那大致上看一下里面内容 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就接着第二个步骤 N8里面有没有分析RSS的节点 因为如果有的话 我想看看那个节点的需求是什么 再来决定怎么处理刚刚的那个OPML档 所以这边提到一个重点 不要重复造轮子 首先第一个不要重复造轮子的事情就是 我先查是否有RSS的节点范本 一查果然有 然后它看起来是输入一个RSS网址 然后这时候脑袋大概有闪过 就是用N8N的各种节点 我可能可以组出来一个流程 但应该要花不少时间摸索 所以第二个不要重复造轮子的事情就是 我开始搜寻N8N官方论坛资讯 看看有没有人写过的范本 那看了几个范本 我发现这个从两个不同来源读RSS 这个应该是我需要的 我点这个Useless workflow 使用这个工作流 然后抓到自己的N8N里面来研究 首先我先研究一下这个工作流 看看它是否可以正常执行 OK可以正常运作 那看一下它后面的这个RSS的节点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看起来是一个表格 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可以很快的接到GPT或Notion上 然后我就在观察这个工作流 看它是怎么样提供不同来源的 然后打开这个code的节点 就是这边有两个网址 那这个格式看起来是一个JSON的格式 里面放了两个网址 所以应该就是RSS的网址 然后我再回头观察之前那个OPML档的内容 因为我记得RSS都是一个放在网络上 让大家固定抓的格式 然后所以我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说XML这个UIL这段网址 然后如果你把它贴到浏览器上 你就会发现这个 那这个应该就是RSS的格式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档案里面 我总共应该有数十个连结 一个一个复制贴上不是很麻烦 所以这里又提到下一个重点 就是找高效的做法 那当然不要重复造轮子也是其中一个高效的做法 但如果更广泛的看 用所有身边能用的资源来快速解决问题 都是在找高效的做法 而我之前已经吃过几次亏 所以我这次很快就想到我们的好帮手 ChatGBT 那我打算把这些内容 就是让ChatGBT帮我写程式处理 然后所以我就把这个OPML档稍微缩小一下范围 就是说可能只有这五个连结 然后再编辑一下Prompt 我的内容大概就是说我需要一个python代码 然后假如我有档案路径这样子 然后内容是像这样 这是刚刚缩小的范例 然后这边可以注意到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可以透过像这样子引号的方式 把你想要提供给ChatGBT的内容挂号起来 那他会比较具体清楚知道说哪一些是问题 哪一些是需要参考的内容 然后这边给他参考完再跟他说 我要把里面的这个XMLURL返回成这样的Json格式 那这个Json格式也是刚刚就是从 N8N这边就是copy出来修改给他看的范本 就是我想要这样子的格式 这样子 OK那这个就是我刚刚的那段编辑的Prompt出来的结果 那我大致上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首先就直接输出一个python的代码 那我没有很认真看 然后我先请他帮我加上中文注解 那他帮我加中文注解 之后我大概稍微看一下 他最后输出的格式是print 然后因为这边print的意思在python 意思是说会显示在命令列 那可不行 所以我跟chatgb说我要存成档案 然后他又输出了一次 那这次看起来就是他会把它存成一个在桌面的Json档 这样子 那就OK了 那我直接把这个代码在python中执行 就是贴到python上直接执行 OK那就可以看到他输出了这个档案在桌面了 看一下这个输出的内容 OK那这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要的格式了 就是我们一次把几十个连结全部输出出来 而在过去如果要透过google来自己尝试学写代码的话 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自己手动复制贴上几十个连结 还要久的多的多 那再来你已经有轮折了 也有高效的方法帮你解决问题 那下一个重点就是动手试试看 当然动手试试看听起来好像很随便 但其实就是在做假设跟修证 像刚刚那个chatgb的沟通请他写程式 如果事后剖析那个当下 其实我当时的内心还是依照了假设跟求证的流程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先假设 chatgbt可以帮我解决代码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假设 就算chatgbt不能一次帮我解决问题 但持续的补充跟他沟通 还是能完成或者是解决我大部分的问题 只是当下的时候其实不会想太多 过程很短 几乎就是直觉和chatgbt沟通就完事了 所以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理解的 chatgbt代码上有点像在乱玩 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玩出来的 而且有时候这样还比较高巧 再举几个例子 看看刚刚刚N8N的RSS的工作流 比如说首先我先观察到 为什么这条流程线看起来很奇怪 然后像我把这样子移下来 就发现哦 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不过这个流程怎么看起来还是很奇葩 就是它从这个RSS Free 回到这个批次分割的这个节点 然后那我尝试把这个删除掉会怎么样 结果就没有办法正常执行 它只有跑一个 那我就知道说 那这个节点的使用方式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回复上一栋 然后我就陆续研究 比方说把刚刚抽出来的这个Json格式 丢进去可不可以跑 那我之前有先缩小范围的Json格式 然后把它修改进去 执行看看 成功了 那执行整个全部看看 然后就会发现 诶怎么错误了 然后就知道 原来第五个是有问题的 其他的是可以正常读到东西的 那就发现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管第五个连结 以上就是此类的 反正只要记得 在你能预期的最糟状况的前提下 你都可以多玩看看 像什么是最高的情况 比方说我对某个工作流 我已经做了很多移动了 而且有一定的进展了 那要是在乱玩的过程中 再改点什么可能会前功近近 那我就会想说 那可能要记得先另外存到 总之如果你可以控制最糟的情况 那剩下的就是动手试试看吧 那后面我还有再多稍微研究 有没有办法不要管第五个连结 可以增加一个IF节点来做到 以及是否有读HTML的范本 那我这边多花一点时间 但稍微转念了一下 读HTML就不折腾了 因为我想本来不吸引我的标题 我就已经不会看 那如果我有能力把网页内文输入进去的话 但是本来标题就已经不吸引我 那我有必要看内文吗 所以即使有可以读HTML的节点 我之后就算接上GPT我也不会拿来用 因为读网页太好Token了 所以我决定就算之后要分析 也只要分析标题就好 那剩下的事情就是 再把标题给GPT分析 然后存在Notion 那所以到这边为止大概就大功告成 那其实我从研究开始到目前为止 总共才花我大概30分钟的时间 那当然运气的成分可能也是有的 不可能每次研究都很顺利 比方说可能没有我想到的节点 或者是说 确认GPT的代码 不会一次搞定什么之类的 但无论如何 刚刚提到的几个步骤和重点 第一个先想像主题目标 二不重复照轮子 三找高效做法 四动手试试看 那这几件事情是不会变的 而且随着你的研究进程 可能在各个大大小小方方命面的问题上 都可以用到这些诀窍 所以不妨把这样的方式 内化到自己平常研究事物的方式上 那以上就是本次研究的过程 前面提及到的Python代码 跟我增加排除错误后的 N8N工作流的据据据代码 我一样会放在Notion中 Notion连结会在下方的咨询栏 那怎么样去参照Notion里面的资料库 就是5个N9N代码可以看之前的这期影片 那最后来说说 虽然这个研究在开始前 我就预期可能没啥用 但经历这次的研究后我得到什么 第一我学会P次切割节点的使用方式 虽然这个RSS的节点 我短时间内还用不上 但是P次处理之后 可能还会在很多地方用到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可以透过N8N来筛选无效的RSS 这属于意外发现 因为之前用Feedability的习惯 其实是有新闻我才会点它来看 没新闻的话我也不会点 但是意外发现出来 其实有一些站点是已经无效了 那我可以透过N8N来帮我筛选出来 无效的站点 那我可以重新整理一下我的资料来源 所以其实这也呼应了前一部影片 就是说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最后有得到一些东西 那当然再过一段时间 AI可能也会有新的进展 上面的事情可能又不用学了 但没关系 到时候我们再来学新的东西就好了 之后可以做什么呢 我预计下一部影片 我会研究设计架构 然后跟GPT的Prompt工程 然后把这个N8N自动分析 新闻重要度的功能完成 敬请期待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请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或看法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